母龟公母 母龟的壳也会偏浅 针鱼短而厚 熊龟有异味比较浓烈 母龟的异味相对比较大 从卸质孔来判断 公龟的卸质孔比较靠近尾端 孔形比较长 母龟的卸质孔更加接近于腹甲 孔形会相对比较圆 从繁殖周期来看 公龟的表现也可以判断尾部 在繁殖期抓住公龟 当他们的四肢和头部都缩进尾壳的时候 可以用手指按住让他们呼吸 这个时候他们的卸质孔会排出腹旁光水 然后伸直器会慢慢往外扑 如果外扑出现胸痕的皱纹 大多为磁龟 如果有其他的就为胸龟 感谢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